这期继续分享少年第41篇 那个午后的黄昏 那片广袤的高尔夫球场上 你真的无法想象 那个曾经单纯可爱的姑娘 她竟然成了这样 我抬起腿 一步一步朝她走去 甚至感觉身体都不听使唤了 左摇右晃 脑袋发飘 我不想看她的大腿 平生第一次 我讨厌看她白皙细腻的肌肤 我走到她身边 一只腿跪在她面前 然后抬起手 一点一点将她的运动裤提了上去 我甚至在心里欺骗自己 只要盖住就好了 只要看不见 或许一切就都没有发生 林家也哭了 她的身体微微地颤抖 我含着眼泪朝她说 为什么 总得需要一个理由 你明明知道 我与对方势不两立 你更知道 它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呀 她紧紧咬着嘴唇 两行热泪从近况下 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一点一点站起来 呆呆地望着她的眼睛 许久她才张口说 你有你的路 我也有我的路 向阳 选择平凡的生活 其实是一种幸福 你应该去珍惜这种生活 而不是把自己 带进无法解决的麻烦里 我张着嘴 大口呼吸着 感觉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 憋得透不过气来 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真的就像一场梦 好多东西 我根本无法理解 所以我只能苦苦哀求 回来吧 回来 我答应你任何事 只要你能回来 那不是条好路 你不能跟他们一起 何为好 何为不好 这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 还是一个强权社会 丛林法则的时代 向阳 哲学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你又能如何证明 自己是对的 他看着我 皱眉苦恼到 历史可以证明 人性可以证明 我们的文化属性 更可以证明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仗是欺人 抢人家的东西 这就是强盗 早早晚晚有一天 那些人不会有好报 林家明显已经动摇了 自己的人生观 这并不怪他 一个没吃过苦的年轻丫头 在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时 往往会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我也不是没怀疑过 这个社会的规则 当年经常生霸凌乡里 甚至还害死了我爸 我也想 过要当一个恶人 让所有人都怕我 屈服我 因为好人不偿命 恶人却逍遥自在 我也想过和冰的母亲 她干了那么没有人性的事 后来依然活得很好 比大多数中年妇女 活得都滋润 还有那灰海集团 那国宾地产的陈卫国 哪一个曾经 不是我眼里无法战胜的敌人 可如今 他们怎么样了 死的死 抓的抓 我要不是 看在和冰的面子上 和妈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这依然是一个讲善恶的时代 是社会的主流意识 这不是如毛隐穴的武力时代 人更不是低等动物 文明之所以产生 就是要让人类 守住善恶的底线 所以丛林法则 并不适用于当代社会 可林家还是冷漠地拒绝了我 他摘掉眼镜 抹了把泪说 向阳 我对天发誓 今天告诉你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我了解很多孔雀组织里的事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作对 把公司卖给秦东 他将来绝不会为难你 离开吧 这里不适合你生存 那我要是不呢 你了解我的性格 我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含泪望着他 我真的无比失望 到了现在 他竟然还要劝我放弃 要知道 为了机械臂 我们全场上下 经历了多少苦难 目的就是为了守住技术 不被孔雀组织窃取 我不可能兜兜转转 又回到原点 又要把东西拱手让给对方 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 我会选择卖地 聚集资金收购你的建材厂 这样我对组织 也能有个交代 向阳 我只能帮到这儿 如果你真要选择 继续跟他们对抗下去 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他紧紧捏着拳头 含泪坚决地说 但我却笑了 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再次确认到 家家 真的不回头了吗 不愿再回来了 他盯着我 盯了许久 最后微微点头说 回不去了 也不想回去了 我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从此分道扬镳吧 这话无比扎心 我根本无法想象 我与林家能走到这一步 我曾想过 他会因为感情而恨我 却不曾想 他会站到我的对立面 与我仇家在一起 扬起头 我常常舒了口气说 那就算了吧 我不会接受你的帮助 更不会把我苦心经营的建材厂 拱手让给我的敌人 这笔买卖 我不做了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 我颓丧地转身 就朝回去的路上走 却不曾想林家 猛地从背后抱住了我 紧紧地抱着 还有意思吗 你这么抱我 想证明什么 我近乎绝望地说着 因为他已经不再回头了 最后一次 让我再抱抱你吧 抱抱曾经的那个傻大哥 那个给我温暖照顾的男人 他的手臂 更用力地竖紧我的腰 恨不得将我挤进身体里 我还是曾经的那个傻大哥 但你已经不是曾经的林家了 你不是了 也不配了 话到这里 我绝望地扯开了他的手 疯狂地朝着球场外面跑去 那些美好的日子啊 再也不会重来了 因为曾经的那个林家 已经消失了 他永远不再 是那个单纯的 莽撞的 可爱的丫头了 不是了我跑回别墅门口开了车 甚至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 我觉得自己真傻 他妈妈都是孔雀组织的人 他们娘俩关系又那么亲密 林家沦陷 岂不是早晚的事吗 尤其凤怡那么聪明 她说服林家 跟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我把车开出了海湖公馆 举目似望 却不知该去向何方 最后 我进鬼使神差般的 又回到了三元屯 回到了那个雨林家 初食的地方 我买了很多啤酒 回到出租屋里疯狂地喝着 晚上包租婆过来收租 问我交半年的 还是一年的 我摆着手 醉熏熏地流着泪说 不租了 再也不租了 明天我就搬走 不住这里了 河冰雨江雪 是深夜来出租屋找到的我 那时我已经睡了 迷迷糊糊的 我感觉河冰扶着我的脑袋 给我喂了水 江雪则忙着收拾沙发前 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切 直到第二天醒来 我才知道 江雪是昨天下午 从老家赶回来的 而且还是河冰街的她 江雪从楼下买了早餐上来 吃饭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魂都丢了 河冰里扯着耳畔的发丝 小心翼翼地夹着包子问我 昨天跟林家谈得怎么样 她应该不会拒绝 收购建材厂的事吧 我望着河冰 又看着满脸微笑的江雪 包子吃到一半 我就放下了筷子 然后默默地转过身 回到房间拿被子蒙起了头 我不想去做一个逃兵 我也想勇敢地去面对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可我解决不了 林家成了孔雀组织的人 这本身对我来说 就是个极大的打击 所以我不可能把建材厂卖给他 卖给我的敌人 建材厂是我独资的企业 若将来凤凰集团真垮了 我还能给兄弟们 安排个吃饭的地方 这是我的底线 如果连建材厂都没了 凤凰集团又没渡过这次难关 那今后我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最重要的 我已经信不过林家了 天知道他买了我的建材厂后 会不会闹别的幺蛾子 帮着孔雀组织一起对付我 后来和冰推开门 江雪也跟着进来了 我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 和冰轻轻拍了拍被子问 怎么了 这里没有外人 可以说说吗 我怎么说 告诉他们 林家已经走入歧途 还是公司的资金 仍然没有解决 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忧愁 便拉开被子 眼神默默地说 搬家吧 这里的房子不再续租了 咱们暂时都搬到厂里住 尤其冰儿 既然你决定从上德辞职 你住的房子肯定也要被收回 去厂里吧 暂时先住下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这次真能出现转机 公司能平稳度过危机 那我们就在许城买房 如果挺不过去 我就把建材厂 交给江雪他们这些 陪我出生入死的朋友们 然后我带着和冰 回老家 一辈子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 可江雪听到这话 脸上的微笑 却骤然僵住了 向阳 你真打算搬走 他知道这间出租房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的精神家园 是我在许城 永远地落脚地 这里承载着我 太多的回忆 搬了 什么都不用说 往后我不会再来了 不会了 说完 我直接从床上跳下来 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过碗瓢盆不值什么钱 能带走的 也就几件衣服 厂里什么都不缺 我不需要把这里搬空 他们似乎已经猜出来 我与林家的谈判 并不顺利了 但俩人谁也没敢问 只是按照我的意思 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然后我们又去河滨的住处 帮他搬了家 他主要就是衣服多 还有些化妆品 电脑 书什么的 我们搬进了厂里的宿舍 这里的环境也不差 尤其我们住的地方 还带着小客厅 蛮宽敞的 接下来的几天 我也无心过问公司的事 有一些客户 还想见面找我聊聊 我都给推了 后来我开始打电话 停安那边 公司即将上市 再加上之前 他与国宾地产合并时 平了一些坏账 所以他那边 真的是拿不出什么钱支援我 庄真哥 就更不用说了 人家现在 正忙着帮我们生产硬件 连预付款都没有 我脸皮在后 也不可能朝他伸手借钱 倒是花姐那边 硬是从公司里 要给我挤出来三千万 这是他能力的极限 可三千万 顶不上什么事啊 也就是造一台设备的钱而已 我们与那十几家合作商 都签订过合约 三月中旬交货 一旦违约 估计这三千万 也就刚够违约金 干实业就是这样 虽然它看上去稳定 但资金链不能断 一旦资金出了问题 那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感觉自己真的快被压垮了 因为这一步卖得太大 大到我们承受不住 失败以后带来的后果 事情本不应该这样发展 上德内部若是不出问题 那我们将一帆风顺 可命运就是这样 你越觉得十拿九稳的事 它就越会给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风险 那个深夜里 我听到何彬 偷偷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他刻意压制声音 但还是被我听见了 秦东 非要这么做吗 你想把人逼死了 才甘心是吗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那么彬彬有礼 何彦悦色 你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 为什么非要在这件事上 把自己的合作伙伴 往死里逼呢 还不是因为你 何彬 你是第一个拒绝过我的女人 这让我对你 更加另眼相看 得不到的 永远都是最好的 不是吗 电话那头 传来了对方低沉的声音好 如果你不再继续施压 如果你愿意给凤凰集团贷款 我 何彬话还没说完 我便走了进去 他看到我 慌不迭地赶紧把电话挂了 然后朝我尴尬地笑说 你 你不是睡了吗 我没有怪他 只是觉得自己太不争气 摊上了大事 竟然还让自己的女人出面 去被另一个男人欺负 我当时真的好心酸 张开胳膊 我猛地抱住了他 对面的镜子里 两滴眼泪从我眼眶里滑出 冰儿 我说过 哪怕公司黄了 你也不许离开我 邻家那个完蛋的丫头 她现在是孔雀组织的人了 难道你还要 再对着我的胸口 狠狠扎一刀吗 你要走了 我这辈子活着 就没有意义了 我把话说得很平和 和冰也紧紧抱住了我 一切都在不言中 尤其当他听见 邻家已经沦陷的时候 更是心疼的 用力抓着我的后背 日子在浑浑噩噩中过着 那是在秦东 召开董事会的前一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而这个电话 足以改变我的一生 那天中午 和冰给我在食堂打了饭 都是些好菜 红烧肉 炸里脊 香菇油菜什么的 和冰一直看着我笑 他希望我能高兴起来 他给我夹着红烧肉说 快吃点吧 我可是厚着脸皮 让食堂大厨 专门给你开的小灶 都是你爱吃的 他举起筷子 兴冲冲地放在嘴边喂我 其实我真的不想这样沉沦下去 我也想高高兴兴地 不希望让身边的人 因为我而感到难过 于是我张开嘴 把红烧肉放在嘴里嚼 可越嚼 我心里就越酸楚 大家齐心协力 好不容易干起来的公司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吗 而且拱手让人 这还是好听的 以宋叔和胡总的性格 他们那么痛恨孔雀组织 估计不会把公司让给他们 归根结底 我们的凤凰集团 极有可能会拖到破产 然后拍卖场区 这些事情 越想心里就越堵 但为了能让和冰好受一些 我还是硬着头皮 把饭吃了下去 见我这么狼吞虎咽 和冰立马就开心了 他嘴里还念叨着 只要能吃饭就好 他还跟我说 公司真要经营不下去了 你还说 要带我回老家呢 向阳 我一直等着你 所以你要振作起来 不要垮下去 后来和冰提着餐盒走了 我关上门 跑到卫生间 猛地就吐了出来 真的吃不下去 因为我肩上的责任太重 明天就是股东会议 我现在连个办法都没有 情况如此紧迫 我真恨不得自己去死 可我正吐着 外面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浑浑噩噩地没管它 就在卫生间里洗脸 漱口 可那电话却一直不停 最后把我吵得直接走过去 无比烦躁地接起来问谁啊你 这点风浪 就把你打垮了 你要但凡还是个男人 就给我把腰杆子直起来 对方的声音 直接把我身上的汗毛 都给惊得立起来了 我怎么形容呢 那声音就像一头狮子的低吼 不大 但却带着无法言说的威慑力 就是你 听到这个声音 就能浑身站立的那种 所以我那股烦躁的情绪 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 因为电话里的声音 气场太过强大 我先是看了看手机屏幕 这是创我从没见过的号码 随后才狐疑地问 您是谁 是不是打错了 我不记得 在我认识的人里 有这样一种声音 而且 这声音的辨识度极高 如果我听过 就一定不会忘记 我是谁 就凭你现在的德性 还没有资格知道 向阳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从今往后 就是死 也要给我站直了 拿你的眼睛瞪着对方 盯到他们浑身发毛为止 而不是像调曲一样 躲起来不敢见人 你现在的行为 真的让我很失望 说完 对方气冲冲地就把电话挂了 而我的耳朵里 竟然还带着回响 因为对方的声音太雄厚 满满的侵略性 震得我头皮都有点发麻 对方这眉头末尾 突然骂了我一通 我好半天都没缓过神 后来我赶紧再拨过去 对方却关了机 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给我打这个电话 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 他凭什么要对我失望 老子是生是死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无数的疑问 在我脑海里盘旋 但他这几句话 似乎带着某种魔力 一种安全感 一种激励 他应该是我这边的人 不是我的对手 后来和冰进来了 他踩着高跟鞋 笑盈盈地朝我走来说 你看 吃饱了以后 你整个人的状态 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快说说 晚上还想吃什么 我再让餐厅的厨师给做 我赶紧朝他摆了下手 因为我现在的状态 跟吃饭没有任何关系 是那个电话 那个人 他把我骂了一通 搞得我还挺舒服的 如果公司完蛋这件事情 已然成了定局 那我即便在堕落 颓丧 又有什么用呢 难道被秦东夺权的时候 我还要哭 还要示弱 还要像个失败者一样 对他低头吗 我怎么就不能拿 眼睛瞪着他 让他赢 也赢得浑身不舒服 我怎么就不能像宋叔 胡总那样有骨气 老子就是 把公司关了 也不会让你得逞 我有注销的权利 他上得占股40% 那我就给他40%的技术 剩下60% 老子烧了也不给你 让你拿着那40% 干瞪眼 至少我还有建材厂 凭这个厂子 我照样能养活所有人 所以我不卖邻家是对的 我还有活路 问题依然还是那个问题 但看待问题的角度一变 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还是那句话 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想带走河滨 你想吞并凤凰集团 做梦去吧 老子输得起 我想我公司的所有人 也玩得起 紧跟着我便把刚才 那个陌生电话的事 跟河滨说了一下 最开始河滨也是一头雾水 后来他眼眸突然一亮 摇着我胳膊说 向阳 你头些日子 在老家 跟我说你还有个哥哥对吗 他也在寻找你母亲的下落 而且他知道你的存在 我一愣 当年我母亲 是生亡我以后 被出牙周 从老家拐跑的 那个哥哥能抓住出牙周 就说明他知道我老家的事 更知道我的存在 而且出牙周曾说 我那哥哥特别厉害 也是他这辈子 最害怕的人物 如此强悍之人 他要想打听我的事 那还不简简单单 也许是他 但他刚才打电话 并没跟我说别的 也莫提帮我渡过难关的事 他就骂了我一顿 让我要像个男人一样 不要再继续堕落下去 我看着何冰道 何冰却拉着我的手 赶忙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你真做起来 像个男人一样直面问题 你的这种表现 就会让你哥哥满意 他就会出手帮你 我一愣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何冰开心地笑着说 不管可不可能 试过才知道 你赶紧洗洗脸 呱呱胡子 大家都担心着你呢 现在厂里也没个主事的 大家都等着你 给他们加油打气呢 后来 我没想到 和冰真的一语成衬 我硬是扛过了这次危机 时隔四天 那个下午 我第一次从宿舍楼里走了出来 阳光有些刺眼 我抬手挡着额头 静静地聆听了一下 厂里的机器声 如今厂里的机器声音 不如以往那么紧密了 所以我判断 公司的资金应该不多了 厂里正在压缩产量 明天那一节 如果真扛不过去 拿不到外来资金 凤凰集团 真的就要倒闭了 死活也就是这个结果 与其痛苦地纠结 倒不如坦坦荡荡地面对 管它将来如何 即便真的倒闭 我固定资产 也能卖不少钱 更不会亏待了兄弟们 我们厂唯一的好处 就是没有外债 这也是我输得起的理由 进了办公楼以后 我并没有在会议室里 正式地召开会议 而是把公司的主要领导 全部召集到我办公室里 大家喝着茶 抽着烟 磕磕瓜子 以轻松愉悦的方式 来随便聊聊 只是我没预料到 我才四天没露面 公司的高层 早已经慌了神 胡总第一个开口说 向阳 你不能再逃避了 我们接下来 必须得做最坏的打算 宋叔也跟着说 没想到如今的上德 那个秦东 竟然也成了孔雀组织的人 这真的是当头棒喝 出乎了咱们所有人的预料 他们之所以知道这些 都是和冰告诉的 这些天 我憋在屋里 也只能跟和冰诉苦 而和冰便把这些消息 告诉了厂里的人 向阳 你就说该怎么办吧 反正咱宏远机械厂的这些兄弟 都是跟着你摸爬滚打出来的 你让我们往东 我们绝不往西 宏远哥再次领头 朝我做了保证 还有两个月交货 如果这周资金还不到位的话 两个月内 咱们的机器 根本就生产不出来 所以接下来 咱们还要承担违约的风险 江雪脸色也不大好 真要违约 他都没脸 跟那些采购商交代 这时宋书点上烟说 没有别的办法了 咱们好不容易研发的技术 绝不能落在孔雀组织手里 反正我的意思是 带着公司死脱到底 顶多就是破产 胡书也跟着道 对 就特么把厂子炸了 也不给那帮王八蛋留着 这些话 我听了心情激动 但河冰却垂着眼眸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他选择秦东 那贷款就能放下来 我们的公司就有活路 我则拉起河冰的手 紧紧地攥着 然后转过头 朝大家笑着说 这些天我闭门不出 让大伙跟着担心了 在这里 我真诚地跟大家道歉 但是 顿了顿 我望着众人又说 公司不会垮 控制权也不会落在秦东手里 河冰 也不会为了咱们 做出牺牲 在这里 我跟大家保证 明天的股东大会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怎么 向阳 你有办法了 宋叔和胡总 几乎一口同声地问 当然有办法 今晚大家该吃吃 该喝喝 明天我让你们看看 我怎么遛狗 一边说 我还抓起瓜子 高兴地磕了起来 大家见我这么想得开 他们脸上的愁容 也瞬间消散了不少 毕竟我是公司的主心骨 我说没问题 他们就坚信没问题 后来大伙问我 到底有什么办法 我只是笑而不语 因为我在赌 赌我那个哥哥 为什么会在这时候 给我打电话 他以前可从来不联系我的 如今他突然联系我 又把我臭骂了一顿 但那骂声中 却带着一丝关怀 一丝恨铁不成钢 所以他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弟弟受欺负吗 不会 他那种霸道的性格 应该容不得别人 去欺压他的家人 因此我赌他明天 一定会出面帮我 兴许到不了明天 今晚就有可能给我答案 有了这份底气 我就能先让我的兄弟们 好好地睡个觉 至少今晚 能够卸下紧张的情绪 安安稳稳地休息一下 后来我们就不再谈工作上的事 因为谈了也没个屁用 大家倒是拉起了家常 说了说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和经历 晚上我们还在食堂聚了餐 这也算是年后 整个凤凰高层 第一次全员聚首 吃过饭后天已经黑了 那时节很快就要开春 气温也变得暖和了起来 我常在宿舍里窝着 浑身都酸得要命 和冰就硬拉着我 在场区里散步 其实我们的场区挺美的 绿化做得特别好 道路也很宽广 场区的面积 比我们高中学校还大 里面还有两个篮球场 有几个下班的员工 正借着路灯的灯光打球 和冰停下脚步 漂亮的眼睛动了动 似笑非笑道 你长这么大的个子 会打篮球吗 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就不怎么联系了 而我是上了初中 才开始打篮球的 所以和冰并不知道这些 于是我二话不说 直接进了篮球场里 有个组装车间的员工认识我 跟老丁调试机器的时候 我也经常往他们车间里跑 他见我过来 吓得都有点不敢打了 我就笑着说 继续打 算我一个 那家伙腼腆道 向总 您可是大老板 我们万一刻着碰着 没那么金贵 我当年还不如你们呢 来 咱们三对三 不用跟我客气 我把篮球抢过来 跟两个胖堆组了队 就跟他们玩了起来 我内线不行 但外线玩得挺好 再加上他们有意无意地让我 我投了好几个三分 都没人防守 那天可能也是因为和冰在场 有美女看着打球 我手感出奇地好 五投四中 把场里的几个人都给震猛了 他们似乎想不到 高高在上的老板 竟然篮球还打得这么好 和冰更是惊讶地不行 后来他跟我说 以前特别喜欢看灌篮高手 最喜欢的就是刘川峰 他说 我投三分的姿势 跟刘川峰特别像 简直酷毙了 只是我体力不支 毕竟都26岁了 平时也不怎么锻炼 又穿着皮鞋 玩了十分钟 我就累得满头大汗休息的时候 我望了望周围 又看着几个员工道 兄弟们 将来 咱们公司若还能活着 还能继续走下去 我就把篮球场 给建成塑胶的 周围全部按上照明灯 我要让你们在场里 有家的感觉 有在校园的感觉 讲真的 我舍不得这个厂 真的舍不得 听我这个老板 如此豪迈地跟他们许诺 几个员工都开心极了 他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 脸上还带着青涩的笑容 也许他们早已经把凤凰集团 当成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但他们并不知道 公司即将遭逢大难 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厂不仅仅是 我们股东和领导的厂 也是这些年轻人的厂 是他们的一份事业和理想 所以眼前纵有万难 我也得扛下去 从此以后 我或许再也不能说 光脚不怕穿鞋的这种话了 因为我已经有了鞋 这鞋是一份责任 承载着全场人梦想的责任 后来我与何冰继续散步 他紧紧挽着我胳膊 高跟鞋一跺一跺地 激动地朝我说 你篮球打得这么厉害啊 我记得以前 你挺内向的 怎么会参加这种集体运动 望着浩瀚的夜空 我淡淡地笑说 为了长个子啊 长个子 何冰疑惑地瞅着我 我念初中的时候 个子还挺矮的 每次做操都站在第一排 有一回我爸到镇上赶集 然后顺道去学校看我 同学见了我爸那身高后 大家都开始嘲笑我 说我也长不高 跟我爸一样 像个二级残废的侏儒 深吸一口气 我继续说 那时我挺敏感的 自尊心特别强 听人家说 打篮球能长大个 而且这种运动 也不用花什么钱 后来我省吃俭用 攒了15块钱 在集上买了个篮球 几乎一放学就去打 何冰歪了歪嘴巴道 真有用啊 骗人的吧 人的身高 与基因和营养有关系 要是打球能长高 那天底下还有矮子啊 我抿嘴笑说 那个时候小 不懂这些啊 就那么苦练 腿和胳膊都累妈了 还咬牙坚持 练了两年也没长高 到了初三下学期 个头却一下子窜了起来 我当时真以为 是打篮球奏效了 现在想来 应该不是的 我大概是遗传了我母亲的基因 顿了顿 我就那么挽着和冰的胳膊 边走边说 到了高中 个子窜得更猛 高一上学期 我做操还在前排 到了下学期 我就直接站在了后面 只是营养跟不上 瘦得像根竹竿 那为什么不多吃点呢 学校的饭菜又不贵 她继续疑惑地问我 我一下子就笑了 她这样一个风衣足食 家里开场子的女人 又怎能体会到 真正穷人的心酸 我说 你可能不知道 我在高中的时候 两个星期在食堂吃 另两个星期 就在食堂买馒头 到宿舍 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吃 即便那样 我都吃不饱 家里确实是没钱 我看父亲那么辛苦种地 也不好开口 管他多要生活费 顿了顿 我继续说 所以冰儿 你不要总觉得我抠门 买什么都舍不得花钱 你想想我的生活环境 馒头扎掉在地上 那都得赶紧捡起来吃了 一块钱的硬币 恨不得掰食半花 我早已养成了习惯 当然 我会慢慢改 但你得给我时间 她不说话了 养头深深吸了口气 许久才开口说 如果当年 我能陪着你该多好啊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这份罪 我 不提了 都过去了 现在也挺好的 你不又回来了吗 冰儿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只要一看到你 看你围在我身边 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她侧过脸 转身正对着我 漂亮的眼眸里 含着一层水雾说 曾经那个吃苦的男孩 现在真的很棒 她有了这么大的场子 这些事业 她还有能力 保护那个爱她的女孩 向阳 我爸爸说的真对 选择跟着你 将会是我这一生 做得最正确的事 那夜 我们在浩瀚的星空下拥吻 在这个 暂时还属于我的场区里 享受着美好的幸福 第二天上午 我们早早地就在会议室里 等待着秦东的到来了 昨晚我没大睡好 因为那个陌生人 始终都没给我打电话 更没提要帮我的事 这让我心里开始打鼓 难道我真的赌错了 她就这么眼睁睁 看着我倒霉 上午九点半 上德的人来了 楼下保安给我打了电话 说来的人叫秦东 我就对着电话说 四个门都关好 先在外面亮亮她 好歹我是董事长 她一个股东 隔三差五对我腰五喝六的 我怎么不得先置至 她这一身 的臭毛病 再怎么说 这里是我的地盘 既然来了这儿 我就得先给你降降温 把你溜熟了再说 大约过了十分钟 秦东憋不住了 她直接打了我的电话 咬牙切齿地说 向阳啊 你这是有多怕我呀 四个门你都封上了 跟小孩过家家的似的 可你躲得了吗 该面对的不迟早得面对 我眯着眼笑道 哟 秦总过来了呀 四个门都去过了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封场搞检查 怪我粗心 把您要来的事情给忘了 那还不赶紧给我开门 怕雨漆冰冷到 这样吧 厂里正搞防火排查 里面乱哄哄的 要不您再等半小时 等工作结束了 您再进来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一个是措措他的傲气 另一个 我想拖延时间 看看那个陌生人 会不会及时给我来电话半小时后 秦东又打来了电话 他咬牙笑道 防火排查 应该结束了吧 现在可以放我进来了 向阳 玩这种把戏 也太幼稚了吧 以前总听河冰 说你多么厉害 现在看来 啊 他既然鄙视我 我就跟他说 我在建材厂这边 公司的高层也都在这里 要不你现在过来 你 那你还让我在机械厂门口 等这么长时间 他对着电话就好 震得我赶紧把手机 往远处挪了挪 那你来还是不来 我问他 他二话不说 直接就挂了电话 随后他又白跑了一趟建材厂 因为我压根 就不在那边 估计也是被我溜怕了 他的语气开始变软 向阳 我说 叫董事长 好 董事长 请问咱们的股东大会 可以开了吗 我作为持股40%的股东 按照法律条例 是不是有权利出席 他语气异常隐忍道 南门已经开了 你进来吧 我知道有些事情 不能做得太过分 他都把法律搬出来了 如果拖着不让他参会 那就成我理亏了 只是那个陌生人 怎么还没来电话 难道我真的 错估了形势 那天秦东的车 又绕回了南大门 他似乎很烦躁 到门口的时候 还狂按了一阵喇叭 似乎是在向我示威 我在会议室的窗前 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我还敢肯定 秦东今天走过的路 绝对是他这辈子 走得最艰难的一次 之前那个陌生电话说 让我哪怕是死 也要紧紧盯着对方 盯得他浑身发毛 我自认为 我的眼神 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所以我组织了厂里很多员工 直愣愣地 站在了道路两旁 今早我跟他们开会说 等尚德的车一进来 你们就给我往死里盯着 要用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的眼神 要拿出别人抢了你饭碗 而为此感到愤怒的气势 那可是几百双眼神啊 人一多 就会形成一种氛围 一种气场 大家嘻嘻哈哈 营造的是喜庆氛围 大家哭天喊地 营造的是送病的悲伤情绪 但如果大家都横眉冷对 怒火滔天 那氛围就是杀伐的气势 让人不寒而栗 秦东似乎想加快车速 赶紧绕开路两旁的员工 可他的车只要稍稍一块 员工们就朝道路中间挤压 秦东又不敢撞人 只得再将车速慢下来 不少员工可能太入戏了 有人甚至摸起了砖头 晃晃悠悠跟着车屁股 后来秦东下车的时候 我明显看他抹了把额头的汗 但他似乎又不愿丢了面子 来到办公楼门前 他声音高八度地 朝着厂里员工吼道 干什么你们 要造反吗 我可是公司的股东 一个个的 还想不想干了 说完他就跑进了楼里 不一会儿 会议室门外 传来了他们的脚步声 而我拿起手机看了看 那个陌生人到了此刻 依然对我没有任何表示 下一刻秦东进来了 开会不是打架 他只带了两个人过来 一位长相漂亮的女士 应该是他秘书一类的 还有一个男的 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 戴着黑矿眼镜 个头不算太高 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见秦东 讲真的 挺帅 个头身材都很匀称 浓眉大眼的长形脸 皮肤很白 一头乌黑平整的短发 他进来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我 但似乎只是很轻蔑地瞥了一下 便把目光转向和冰说 冰儿 你可是上德的人 现在凤凰集团的投资 已经不归你管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矿工多少天了 和冰微皱了下眉 年后当他得知 秦东已经来了许城以后 他就再也没回过公司 所以他仰起头 尽量平和地一笑说 秦东 今天下午 我就回上德辞职 听到这话 秦东把下巴抬得很高 我甚至都看到了他青涩的胡茶 他冷哼道 公司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这时 胡总开了口 根据劳动法规定 员工可以单方面与企业 解除劳务关系 这并不需要征得企业同意 只要辞职信一交 不管你同不同意 三日后都视为自动离职 当然 兵外头要是愿意与你协商 那另说 被胡总这么有理有据的一对 秦东张了张嘴 随即又笑了 他没有去看胡总 而是眼神 玩味地盯着和兵 继续又说 兵儿 不介绍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来凤凰 对这边还不太熟悉 不过在场的诸位 瞅谁都不像董事长的模样 难道像总今天没来 他说完还用余光 轻轻瞥了我一下 傻子都知道 董事局会议 自然董事长坐在最中间 他这样说 也无非就是寒沙摄影 鄙视一下我罢了 和兵抿着红唇起身 先看向我说 这位就是凤凰集团的董事长 向阳先生 旁边两位 分别是江雪江总 张宏远张总 这就是目前 凤凰集团持有股份的股东 介绍完我们 和兵又赶紧介绍了公司重要领导 宋书 胡总 公司骨干成员等等 哟 百文不如一见 原来您就是向总啊 他故作热情地看着我 正常来说 他应该上前 跟我握手示意 但此刻 他明显没有那个意思 今天他来的目的 就是把我从这个位子上 给挤下去 胸有成竹的人 自然会少几分谦虚 更何况秦东 自始至终都瞧不起我 坐吧 我抬了抬眼皮 指了指洪远哥旁边的座位 那行 咱们闲话不多说 直接开会吧 他一甩黑色大衣 颇有气场地坐了下来 把 公司上个季度的生产报告 财务报告 业绩总结 全部找过来让我瞅一眼 大家别嫌麻烦 我毕竟出来乍到 需要了解一下 所有公司的详细状况 他这个要求很合理 所以我也没必要找茬 但我还是胡一道 一个季度的资料 可不少呢 您确定今天在会上 能看完 秦东往椅背上靠着 嘴角微微翘着说 只要资料到位 给我十分钟 我就能了解公司的情况 一边说 他又把目光 转向旁边那个助理模样的男人 跟我们介绍道 这位是云飞 财经大学双硕士学历 智商高达160 不能说过目不忘 但他分析数据的能力 顶得上十个专业人才 要 此话一出 我们所有人 都跟着吃惊了一下 这人看上去 不到28岁 而且从他干练的眼神里 就能判断出 他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说 他24 5岁 就拿到了双硕士学历 而且还是财经类的 世界之大 真的无奇不有 只是这样的人才 却不是我的伙伴 真让人羡慕 嫉妒 不带一会儿的功夫 江雪就让助理 把所有的资料带了过来 而这个叫云飞的人 看资料 真的是一目十行 没到十分钟 那一摞材料 他便看完了 然后还用两分钟的时间 给秦东写了个总结报告 秦东拿着手里的报告 仔细扫了一遍后 他脸上得意的笑容 瞬间演变成了愤怒 碰 他把手狠狠往桌上一拍道 你们这是怎么经营公司的 上个季度 竟然一分钱的营收都没有 而且还给采购商 奢欠了近三亿的货 向阳 你这个董事长 太不称职了 秦东突然扬颠锋般的发难 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因为他今天过来 就是干这个的 他刚才客气 也只不过是我之前 错了错他的锐气而已 如今他抓住了我的把柄 自然要奋起反击 你们真是一群饭桶 我们上得给你们的投资 那可都是真金白银 可你们就这么给祸祸了 不仅一个季度见不着钱 还留下了一大笔的烂账 他粗黑的眉毛拧在一起 颇有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秦先生 评价一个公司 可不能按一个季度的营收来衡量 这时宋叔抽着烟 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你要多看看我们所持有的技术 企业的固定资产 公司的发展潜力 以及未来对于市场的占有能力 单凭一个季度的营收 是不是太武断了 宋叔说的句句在里 但你要遇上故意找茬的人 装糊涂的人 那解释再多也是白费 秦东依然冷着脸道 少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我们是投资公司 投资就要看到回报 而不是给我拿一堆烂账出来 你们什么到底意思 继续想让我们上得掏腰包 在这里我可以说 你们整个公司的高层 全都不及格 我手扶着下巴 淡淡地望着他说秦东啊 至少我现在还是董事长 你这么吵吵嚷嚷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信不信我敢于死网破 直接把公司注销 咱们做地分家 你信不信我把机械臂的相关技术 复之一句 秦东猛地转过头 恶狠狠地张着嘴 却不敢再继续猖狂 真逼急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更何况现在 公司的掌控权 还在我手里捏着呢 好 你们倒是给我解释解释 这笔赖账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又打算怎么处理 虽然他退了半步 但言辞还是相当毒辣 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笔账 所以他才有恃无恐 故意让我难堪 秦先生 这笔账是怎么回事 您不早就心知动明了吗 您今天过来 不就是为这事吗 江雪憋不住了 整个董事会被秦东如此挑衅 换谁心里不窝火 我还真就不知道 现在 我要你们亲口给我解释 他咬着牙 愣是让我们继续难堪 让我们亲口求着他 让上德往公司里注资 江雪捏着小拳头 像秦东这种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真的可恨 但他就是 拿着我们的七寸 你不解释还不行 江雪皱了下眉 刚要开口 秦东却抬手打断他 顺势指向我说 我要他解释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 他有义务 给投资方解释清楚 你别看大家嘴里都没有脏字 但秦东说出来的话 却能把人气个半死 他这是在跟我示威 在和兵面前 想压我一头 让我变得难堪 让我如失败者一样 去跟他解释 跟他澄清 跟他道歉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自然不会轻易弯腰 可秦东 却咄咄逼人 非要当着和兵的面 把我的脑袋往下按 可有什么办法呢 他说的句句在里 作为董事长 我有义务做出解释 虽然秦东心里明白得很 但他就是想搞我 而且我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 所以接下来 我仔仔细细 把事情的来龙去卖 又给他熬树了一遍 谁给你的权利 奢欠三个亿的机器 给采购商 向阳 你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你考虑过上德投资方的意见吗 秦东的礼不饶人 一再地对我比牙咧嘴 我给的权利 这时和兵开了口 他仰起头 深吸了口气说 当时我也在场 主意是我出的 作为许成分部负责人 我有这个权利 和兵 他见和兵为我说话 当即怒不可遏 整个脸都变得争鸣了起来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好半天 他才开口道 好 许人之诺 终人之事 既然你说能给凤凰提供资金 那你就提供吧 这个混账东西 他明摆着就是南威和兵 因为他知道 和兵根本拿不出钱来 他更知道 只有选择跟他在一起 和兵当初对我的承诺 才能够实现 而且他竟然毫不避讳 张口就到 兵儿 成了秦家的父太太 你就能支配秦家 甚至上 得的资金 挽救一家公司 完成一个承诺 并不是什么男士 和兵扬起白皙的脸庞 微皱着细眉说 秦东 非要这样做吗 你那么优秀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为什么非要缠着我呢 咱们尚得 与凤凰好好合作 将来的收益 绝对超乎想象 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 对自己的投资方下手 秦东却说 我是优秀 但优秀的女人不好找 长得漂亮 有气质 最重要的是 有本事的女人 更是凤毛麟角 我爸妈很满意你 我就更不用说了 你过来 来我身边 这绝对是一桩最好的姻缘 顿了顿 他继续又说 人往高处走 鸟网之头飞 跟着一个 濒临破产的老板 你将来有什么幸福可言 何兵啊 等你尝到了秦家 那种富足的物质生活 等你回家有人伺候 出门司机接送 在公司一呼百应 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什么青梅竹马的爱情 简直不值一提 不等何兵开口 他随即又看向我说 你特么 还是个男人吗 这个女人 明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的事业 更会一路高升 你就这么拖着她 拽着她 向阳 你既无耻 又自私 没什么能耐不说 还要用情感绑架他人 你比蟑螂还要恶心 十足的小人 他这话刚骂完 我兜里的手机 突然叮的一声 没有理会秦冬的呲牙咧嘴 像他这种毫无感情 可言的生物 跟他说爱情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我把手机拿出来 点开屏幕一看 煞时把我惊得浑身一哆嗦 手机都差点掉地上 那是一条短信 银行入账的短信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有点花 因为我数不清 那四的后面 到底有多少个零 我几乎是抖着手 朝和冰靠了靠 把手机递给了她 丫头 这 这是多少钱 零 和冰也愣了 她的瞳孔都开始放大 最后小心翼翼地趴在我耳边 颤着嘴唇说 四 四亿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数额 哪怕念书的时候 做算数题 我都没有算过这么大的数 但此刻 这个数字 竟然出现在了 我的银行账户里 我当时真的猛了 一连发猛 以至于我曾经的账户里 我自认为 很多的一百多万 在这串数字之下 却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似乎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那一刻 我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人 为了财富而背弃原则 尤其一些贪污 腐败分子 一查就是几个亿 几十亿的赃款 你都不用亲眼见到那么多现金 单是银行的这一串数字 就足以让人疯狂 因为它很漂亮 长长的 像小蛇一样漂亮 你们交头接耳 在那里议论什么呢 秦东见到我与和冰 如此亲密的脑袋对着脑袋 他更是气得咬牙切齿道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允许上德集团继续持续追加股份 来帮凤凰度过这次奢欠危机 第二 那就是和冰了 我当时在表面上表现得极为镇定 其实这并不是我心理素质好 而是真的被那一串数字给吓到了 是谁给我转了这笔钱 难道真是那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的哥哥 也只有他 这事儿才能说得通 毕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也只有如此近的兄弟关系 他才会那么毫无顾忌地骂我 然后再不遗余力地帮我 看着两条粗眉 因为愤怒 而拧巴在一起的秦东 我忍着浑身的激动 转头朝和冰道 冰儿 要不 你就去秦家 当个阔太太 秦东人不坏吗 既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又能给我提供帮助 这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我怎么觉得秦东 越来越像个好人了 和冰当即美好气地 给了我个大白眼 又在桌子底下 狠狠踩了我一脚 似笑非笑地骂道 你去死 倒是秦东高兴了 他的粗眉开始舒展 嘴角的笑容也缓缓绽放 看来像总是个明白人 小小年纪 能把公司干得这么大 这么好 足见你 还是有些头脑的 那咱们今天的事 就这么定了 冰儿跟我回去 我摇头一笑 如今手里有了资金 我还能灌他这一身臭毛病 我掏出烟点上 不紧不慢地 说 我是同意了 可和冰能同意吗 还有啊 冰儿若真嫁给了你 你就能保证 将来不再对我们凤凰集团下手 向阳 你现在大难临头 资金枯竭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更没有 跟我谈条件的资格 他的手 狠狠往桌上一拍到 秦冬啊 别装了 和冰嫁不嫁你 你都是冲着我公司来的 你的背后 不就是孔雀组织吗 所以你觉得 我会答应你 让上德持续追加股份 夺取公司控制权吗 谈着烟灰 我也摊牌了 你 你 听到这话 他当即脸色大变 还拾口否认道 什么孔雀组织 你神经病吧你 我直接拿眼瞪着他说 敢做不敢认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孔雀组织那么厉害 怎么就跟个蟑螂似的 一直躲在阴暗里打黑枪 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为什么一个个的 都不敢站出来承认 他脸色苍白地看着我 嘴巴一动一动地说 你 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重要吗 我知道的事情多了 在我面前甩脸子 你还太嫩 咬牙盯着他 我总算是僵了他一句 好 既然已经摊牌了 那河冰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跟不跟我走 我现在就要一句实话 他的语气依然锋利 但却不敢跟我对视 而是朝河冰发动了攻击 河冰仰起头 很优雅地理了 李尔盼的发丝 长长眼睫毛 微微眨了两下说 秦冬 谢谢你能喜欢我 这么看得起我 但咱们之间 满共没吃过五次饭 见面也大都堂工作上的事 所以我对你 真的只有尊敬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和向阳的过去 走到今天 我们真的特别不容易灵 秦冬当即怒喝道 那你的意思 就是不跟我走了 河冰坚定地点了点头说 我要留下来 帮助向阳渡过难关 好 很好 像你这样痴情的女人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了 比那些眼里只有钱的女人 真的强太多了 世间少有 少有啊 她站起身 两只手压在桌子上 满含威胁地扬起下巴 气势汹汹地又说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这笔烂账 今天该怎么处理 你们给个答案吧 此话一出 我们公司的所有人 脸上都犯了难 不少人还把目光 投向了我这边 因为我昨天说过 今天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因此大家都在等着 这个奇迹呢 有了钱 也就有了底气 我掐灭烟头 望着秦东道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听听你 这个股东的意见 他当即猖狂地笑道 事情很好办 我看账上 还有两亿六千万的亏空 那就咱们董事会出资 把这笔账给平了 我们上得持股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们出资一亿 剩下的钱 就由你们来填 顿了顿 他继续咬牙笑道 项总 这应该很合理吧 我没有欺负你们吧 这么庞大的资金 你们能拿出来吗 如果拿不出来 我们上得 就必须要持续追加投入 从你们手里稀释股权 带纳使 凤凰集团的所有权 可就要一主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拿不出来 我看着他笑问 你怎么能拿得出来 我调查过你 以及你所有的社会关系 一个香巴佬 你有什么资格 掌控这些的优质资产 向阳 我今天就告诉你一句话 当你的能力 与手里的东西不匹配时 那这东西就不属于你 顿了顿 他再次咬牙道 公司我会拿到 和兵我也会得到 不乖乖地跪下来 给我求饶 我会让你输得一无所有 这话刚说完 门外的走廊里 竟然又传来了脚步声 好大的口气呀 尚德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 都变得这么狂妄了吗 下一刻 会议室的门 被缓缓推开了 那一刻 所有人都齐齐抬头 望向了会议室的门口 凭刚才的那句话 我可以判定 他们不是尚德的人 可是我也不认识啊 一共两位 一男一女 男的二十七岁左右吧 甚至头发有点凌乱 但脸颊还算干净 眼神异常明亮 那女的像是个秘书 助理一类的 手里提着公文包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这点我可以肯定 而且之前出亚洲交代 我那个哥哥 跟我长得有七分相 所以我也可以断定 此人不可能是我那哥 他是谁 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谁请来的 我发猛 秦东也跟着发猛 刚才门外的那句话 似乎刺激到了他 于是秦东 再次瞪着眼睛 比牙咧嘴道 你们又是谁 那男的挠了挠凌乱的头发 又拍了拍身上的灰色大衣 突然抬头盯着秦东 带着一股迸发的威势道 你惹不起的人 哼 我们上德惹不起的人 就你 我看你相貌平平 也没什么三头六臂嘛 秦东笑了 匪夷所思地笑着 而眼前这个头发凌乱的男人 确实很一般 不丑 但很普通 只不过眼神异常明亮 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长得不普通 未必普通 有些人倒是俊俏 可又有几分实力 如果一个成年男人 还从穿衣打扮和长相上 来判断一个人的话 我只能说 你跟智障没有区别 他话说得很平和 但却免里藏针 完全不把秦东放在眼里 你骂谁是智障 秦东当时就不愿意了 抬手指着对方 张口就要还击 可他身边那个 号称智商一百五十的云飞 却立刻拦住他 趴在他耳边 怯怯思语了起来 秦东怒不可恶道 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大点声 听不见 那云飞赶紧扶着眼镜说 秦总 他是我学长 学长 我怎么看 都觉得云飞 要比对方大上一些 这怎么还成他学长了 云飞赶紧又说 百年难遇的天才学长 他二十五岁 就拿到了经济学 管理学双博士学位 别说在我们学校 就是放在任何地方 都是百年难遇 只是他毕业后 就失去了消息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又在什么地方工作 听到这话 我汉毛都立起来了 二十五岁的年纪 普通人也就研究生刚毕业 可这个家伙 竟然连博士都读完了 而且还是双博士 这绝对是天生的智商和才能 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在这世间 我必须得承认 有些人生下来 人家先天条件就要比我好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向阳兄弟 我今天来 是受人之托 专门来找你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方智 这位是我助理 小竹 他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我身上 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陌生感 我赶紧站起来 要去跟他我握手 这可是大救星 而且我猜测 刚才的那笔钱 就是他那边给我转的 可方智却白手说 你这边的小事 处理完了吗 我找你 还有别的事要谈 我停下脚步 立刻点头说 马上处理完 您稍等 说完 我直接转头看向秦东说 那就听你的提议 咱们董事会入股 把这笔账平了吧 秦东当时就愣住了 他匪夷所思地看着我道 向阳 你开玩笑呢吧 你们这群股东 真能拿出来那么多钱 疯了吧你 我随即笑说 不想陪你玩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有的是钱 雪儿 待会儿就跟咱秦大少一起 把账上的事做一下 我会让何冰 把钱转到公司账户里 江雪也傻了 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说 向阳 你 你真的有钱啊 我说 不然呢 我昨晚 不是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吗 那你有钱还不早说 害得大家 跟着担惊受怕 还被人给冷嘲热讽 江雪气地撅嘴道 秦大少好不容易来一趟 咱总得让他把节目演完吧 大家压抑了那么久 看看大马猴子牙咧嘴的表演 全当是给兄弟们 放松一下心情 我微笑着说 向阳 你特么的 你竟然敢耍我 秦东要气炸了 眼珠子都往外秃着 刚才他那么得意 那么盛气凌人 最后才发现 我们就是在看他表演 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 能受得了 更何况会议室里 还坐着和兵呢 你想对我杀人诛心 想胁迫我跟你低头道歉 丢尽颜面 对待敌人 我向阳现在绝不手软 秦东 是你先挑衅我的 是你做得太不地道 我说 秦大少还愣着干什么 安排尚德那边 开始注资打款吧 如果这钱你不出 那我可就要出资 稀释你的股权了 保不齐 我还会把尚德 踢出董事会 你 你你 他已经说不上来话了 如果刚才 我说自己手里有钱 他或许不信 但此刻 会议室里突然出现了一位 方智这样的人物 他还敢不信吗 方智扬了扬下巴道 小学弟 回头忙完了 咱们两个校友喝一杯 句一句怎么样 秦东旁边的云飞 立刻点头说 好好 学长您随时联系我 一边说 他还一路小跑 给方智递了张名片 可我始终感觉别扭 方智的岁数 明明比云飞小 顶多也就是同岁 可他竟然对着云飞 喊小学弟 这世间的人情 还真是奇妙啊 等他接过名片以后 我便朝会议室里的众人说 大家对我安排的这个节目 还算满意吧 那会议就到此结束 该忙什么就去忙吧 公司有了庞大的资金 接下来有你们累的了 听我这样说 胡总咬着烟带道 这特娘的真是刺激 剧情翻转的 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宋叔也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说亏得我没有心脏病 这事跟过山车似的 我心都跟着提到嗓子眼了 所有人都很开心 只有秦东拉着脸 他气炸了 木木站在原地 浑身都跟着一个劲的发抖 偷鸡不成十把米 他想要武扬威 志在必得 将公司控制全拿下 结果却没想到 竟是这种结局 而接下来 我赶紧带着方志 和他的秘书小竹 与何冰一起 回了自己办公室 我还有太多的疑问 等待着方志来给我解答 我想知道更多 关于我哥哥的消息 更想知道我母亲的消息 你们不知道 何冰当时有多么开心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都在为资金的事 自责地郁郁寡欢 却还要强颜欢笑地照顾我 他甚至还偷偷打电话 想跟秦东妥协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他真的是心疼我 想帮我渡过难关 而此刻 难关已经过去了 他在走廊里 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就那么激动地抱着我胳膊 放在怀里使劲地摇 他洁白的牙齿还露着 嘴角掩饰不住地笑 他都要开心死了 其实我比他还要开心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至少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用担心 何冰会离开我了 来到办公室里 何冰手脚麻利地就去泡茶 我赶紧请方志他们坐下说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 叫您智哥 毫无疑问 他绝对是给我打款的那个人 方志挠了挠凌乱的头发 朝我微微一笑 眼神明亮地说 我比你大两岁 叫我智哥也行 我开心地坐着 搓着手 突然有点 不知道该聊什么 何冰赶紧端来了茶水 然后到上 我继续又说 这是我女朋友何冰 回头会在公司里 担任财务总监 方志很温和的朝何冰点了点头 他很成熟 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成熟 而且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温和的像个普通人 但我明白 他一点也不普通 刚才他面对秦东时 浑身进发出的威势 绝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好一会儿我才说 您跟我 哥是朋友 那时我能想到的 也只能是那个陌生的哥哥 出手救我 因为除了他以外 我压哥就不认识 什么厉害的人物 听我这么问 方志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端着茶杯 眼睛朝我眨着说 老大不是不让我 把身份透露给你吗 怎么他自己跟你说了 我赶紧摇头道 我猜的 除了他以外 应该不会有别人 这么大方地帮我 这么多钱 也只有血脉相连的兄弟 敢直接打到我账户上 而不需要签任何合约 哼 向阳 你是怎么知道 你还有个哥哥的 老大说 他可从来都没跟你透露过消息 照理来说 你不应该知道啊 方志很有兴致地看着我问 我抓了出芽舟 就是当年拐卖我母亲的人 是他跟我说 我有个哥哥 曾经还抓过他一次 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毕竟人家帮了我大忙 信任是最基本的素养 不是 你抓了出芽舟 我们老大曾经可说过 那出芽舟相当难抓 当时老大为了赌他 整整策划了一个多月 到头来还被那混蛋 钻下水道跑了 你 凭你能抓住他 这回方志直接吃惊地望着我问 我白手笑说 当初出芽舟 也是走投无路了 他放了山火 惹得警察满城通机 后来他想搞点钱跑路 我就利用了他这个心理 联合警察将他给摁住了 我这不算什么 走了好运而已 方志这才微微点头 但看我的眼神里 多少还是带着一丝欣赏 我继续说 我哥呢 他怎么不来见我 这话把方志 一下子给问住了 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老大比较忙 所以就把我派过来了 那我哥这些年 明明知道我的存在 那他为什么一直不见我 我继续问 这 方志犹犹豫豫道 向阳 我说句话 你别往心里去 你哥那人很强大 他也喜欢跟强大的人交往 就你现在 他可能 虽然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答案 但此刻得到印证 我心里还是不免一酸 亲兄弟也有贫富之分 人家瞧不上我 这很正常 但我还是笑了 很礼貌地看着他说 志哥 无论如何 您回头帮我跟他说声谢谢 我这个没用的弟弟 给他添麻烦了 还有这笔资金 估计今年年底吧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回去 利息我也给算上 人家能在危难时刻帮我 我的确感激 但人家瞧不起我 我自然也不会去高攀 就全当是一次贷款吧 有灵有整 我也不想欠他的人情 倒是方志喝了口茶水 又抬手拍着我肩膀说 老大那人深不可测 他心里具体想什么 没有人能猜到 但他既然在危难时刻 愿意伸手帮你 就证明他心里有你 他是在意你的 能被老大在意的人 这世间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所以 我赶紧点头道 明白 我不多想 我很感激他 顿了顿 我继续又问 对了 能告诉我 他的名字吗 我绝不打听 关于他的任何事 但这个哥哥 终归是我亲人 我至少得知道他叫什么吧 方志皱了下眉 我能感觉到 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 因为他的眼球在动 十分聪明的人 他叫林江龙一 终有一天 你们兄弟肯定会见面 只要你把凤凰集团做好 成为一个在行业内 举足轻重的企业家 等到了那时候 老大肯定会以你为荣 方志这才回我说 林江龙一 日本人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种姓氏 是父姓 这姓氏很罕见 但我们老大 绝对是铁骨蒸蒸的 华夏好男儿方志微笑道 我点点头 这名字倒是好记 于是我端起茶杯 继续又问 对了志哥 您说找我 还有别的事要商量 具体是什么事 他放下茶杯 很轻松地朝我笑说 老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 就是帮你灭掉尚德 扫清这个对手 所以我找你 就是商议这事 扑 嗨嗨 他这一句话 差点没把我给呛死 灭掉尚德 那尚德是个什么机构 全国性的投资机构 真正的上市公司 别说灭掉他 哪怕能让对方 不再找我们麻烦 我都烧高香了 志哥 这个话题 是不是有点大呀 你 我 咱俩加起来 去灭尚德 我真不是嘲笑他 因为这本身就是吃人说梦 完全不可能的事 不可以吗 他反倒朝我问了一句 对于方志的反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搞垮尚德 这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而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我不知道方志的本事有多大 即便他在厉害 搞垮一家上市公司 而且还是专门搞金融投资的企业 其难度绝对超乎想象 至少对于我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我还是很礼貌地委婉道 志哥 事情是这样 我们公司能有今天的规模 前期离不开尚德的扶持 侧过脸 我继续又说 忘了介绍 我爱人和兵 曾经就供职于尚德 而且职位不低 吃水不忘挖井人 虽然尚德被秦家掌控 我也痛恨秦家 但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尚德内部 还是有不少好人 理智的人在的 这时何彬也赶紧插话说 方志先生 我理解向阳的哥哥 为弟弟出气的心情 但尚德内部 我老师的那一派系 做事情还是挺光明磊落的 我不希望向阳 与整个尚德为敌 那样会让我很纠结 向阳也会被人扣上 恩将仇报的帽子 何彬说的没错 我只是与秦家过不去罢了 尚德内部派系复杂 公司也不是秦家自己创建的 如果要开战 我的目标也只是秦家 这个孔雀组织的爪牙 与整个尚德并没有关系 而方志真的是太聪明了 我与何彬 一人只说了一句话 他就彻底判断清了形势 第一 你们的对手是秦家 而非尚德 第二 何女士曾供职于尚德 并在里面有不错的关系 而这层关系 并不是秦家 第三 打垮秦家 让何女士老师那一派 掌控尚德 这三条信息 我理解的对吗 他微微抬眼 看着我们问 哎呦 跟聪明人说话 真的是太省事了 你能明显感觉到 由内而外的顺畅 压根就不用多费唇舌 我与何彬赶紧点头 秦家是必须要除的 先不说往后 秦东那个家伙 肯定会想别的办法继续报复我 单凭他们是孔雀组织的人 我就不能留着这个祸害 何彬女士 我问你一个问题方志不抬头 他一边说话 一边思考 方志大哥 您直接叫我何彬 或者彬儿就行了 您是向阳哥哥的人 那咱就不是外人 所以用不着客气的 有什么问题 您尽管问 何彬直起腰 精神饱满地笑着说 方志点点头 手摸着下巴上 微微冒出的胡茶道 打垮秦家 也就是意味着 夺掉他们手里 对于尚德的掌控权 对吧 何彬赶紧点头说 对 秦家是尚德的创始人之一 他们也只有尚德这一个产业 夺掉他们的权利 也就相当于 拔掉了他们的牙齿 尤其之前的董事长选举 秦家还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证据都已经被我老师那一派 给掌握了 如果秦家一旦下台 尚德内部就会对其进行清算 秦家绝对再难翻身 方志的脸上 渐渐开始有了笑容 那是自信的微笑 他似乎已经想到了某个计划 这种人是可怕的 脑子反应太快 尤其当我听到了他的计划后 更是差点惊掉下巴 后来我都恨不得扒开他脑袋 想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你很难想象 那么复杂且缜密的计划 就是他在这次的谈话中 一气呵成的 何兵 既然你在尚德待过 而且职位不低 那你应该清楚 尚德内部的规章制度 我再来问你 如何才能实现 董事长及股东权力的变更 方志摸着胡茶 眼睛盯着桌上的茶杯又问 第一 五年一度的全体董事局选举会议 通过投票来进行职位更替 第二 那就是公司出现重大事故 当前的董事长与实权股东 无法挽回局势 真要是这样 那将会被整个董事局强制下台 何兵也条理清晰地说 听到这里 方志这才抬起了头 他应该是心里有数了 所以他的表情 看上去无比自信 他说 再等五年后选举 这不太现实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这里 那就只能选 第二条 让整个上德地震一下 把秦家的人 从高位上给震下来了 怎么震 我与何兵 几乎一口同声地问 方志微微一笑 便把自己的计划 大体给我们讲了一下 听过之后 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 我甚至感觉有种 智商和见识 双双被碾压 的感觉 照理来说 他满贡也就比我大两岁 可他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他提的这个计划里 有很多内容 我想都想不到 可对于方志来说 确实那样的轻松 然后他继续又问 对了何兵 瞅那情况 秦东对你还挺痴情啊 他这人怎么样 你给我分析一下他的性格 何兵微微脸红到 秦东那人 以前蛮好的 彬彬有礼 见人就笑 但我现在才明白 以前他都是装出来的 感觉他那人抱 负姓极强 而且有很强的控制欲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 无论如何都要得到 我也跟着点头 何兵这话说得很客观 虽然我与秦东 接触的次数不多 但我能感觉出来 他是个很有报复心理的人 更是个不甘心的人 这时方志一笑道 行 我大体都明白了 今天晚上 我会约我那小师弟 一起吃个饭 从他身上 再套取一些有用信息 至于计划何时执行 你们这边 就等我消息吧 听到这话 我与何兵 再次吃惊地对视了一眼 本以为之前 他要云飞的名片 只是出于客气 说了那么一嘴 结果却没想到 人家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有目的的 这脑子得转得多快 多么聪明 且细致的人 才能把每一步棋 都走得这么缜密呀 我甚至有些崇拜地 看着他说 智哥 你这一身本事 到底是怎么练的呀 如果我们公司 要是有这么一位人才 我何至于 天天交头烂额 智哥却白手说 上勇靠氏 中勇靠谋 下勇靠智 我这才哪到哪 等有一天 你见到了你那哥哥 你就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物了 我充其量 也就算老大的一个马仔罢了 听他这样说 我突然对我那哥哥 产生了一种好奇 无与伦比的好奇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大事谈完以后 我还想再跟方智 随便聊一聊别的 毕竟跟这么聪明的人谈话 既能感到舒适 还能长不少见识 可方智似乎并没有 要跟我聊下去的兴致 他把时间看得很宝贵 总时不时地拉起袖子 看着腕上的表 估计也就是看了我哥的面子 他才多做了几分钟 要是换做旁人 他应该一点面子都不会留 我也不是个话牢 这点眼力价还是有的 于是我赶紧转身 朝和冰说 你去找一下江雪 让他你一份借款合同 趁着方智哥在这里 我们就把那四亿资金的贷款 先签下来 方智却白手说 我们老大说了 兄弟之间 犯不上签契约 乃至他身边 跟着他的兄弟们 没有一个签过劳动合同 他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 老大还说 有钱就还 没钱就算了 他这个哥哥 多年没照顾过你 对你挺亏欠的 当然 这话是他私下里说的 并不想让你知道 听到这话 我的心尖 都跟着颤了一下 我的哥哥 真的在乎我 只是不等我开口 和冰就急忙说 那他以前 为什么不帮助向阳 要知道曾经 向阳可吃了不少苦 大哥说了 男人就应该吃苦 不经过社会的磨练和衰打 将来怎么能成气后 怎么有野心和血性 再说了 向阳之前遇到的困难 他自己都能扛过去 老大没有必要出手 也就是这次 事情确实超出了向阳的能力范围 他才魄力伸手 硬生生拉了一把 顿了一下 方志站起身说 向阳 吃苦才是财富 磨难才长本事 不要觉得你哥哥无情 他只是想让你 成为跟他那样的男子汉 好了 今天到这儿 回头等我消息吧 说完 他带着秘书就走 我当时还想招待一下他 怎么这也得留下来吃个饭 但方志拒绝了我的好意 他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我与何彬 亲自将方志他们送下了楼 而且一直送到厂区门口 带方志的车走远以后 何彬才回过神 眼眸欣喜 却又长叹了口说 你哥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啊 派过来一个手下都这么厉害 我的天哪 本以为我自己就是个社会精英 现在见了方志以后 我才明白 精英到底是怎样的物种 其实何彬 已经比大多数人优秀了 把他称作社会精英 其实也并不为过 但方志这个人 那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 得用人中龙凤来形容 人家那么聪明 还那么努力 普通人要想追赶 真的是望尘莫及 回场的路上 天气异常温暖 春天的脚步近了 场里除了钢铁模具的味道之外 还飘来一股青草嫩芽的芬芳 何彬踩着高跟鞋 双腿交叉走着直线 然后又偷偷摸摸 抓住了我的手 他不说话 脸红地低着头 嘴角带着笑 轻轻咬着嘴唇 那千娇百妹的姿态 真的动人心弦 我拿肩膀撞了撞他说 干嘛 又高兴了 不再苦着脸 偷偷摸摸给秦东打电话了 你还说 他捏起小拳头 直接捶在了我肩膀上 还怒气冲冲地 瞪着漂亮的眼睛道 不都是为了你呀 人家都为你做到那样了 你还嘲笑我 我被他捶得肩膀发麻 但心里又无比开心 这才是和兵嘛 在我面前大大咧咧 动不动就欺负我 命令我的和兵 这才是真正的他 我也喜欢这样的他 哎 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还有个 那么厉害的哥哥 其实很久之前 我爸爸就提过你妈 他说 你妈长得特别标致 像个城里的大小姐 所以向阳 我觉得你老爷家 一定不简单 和兵挽起我胳膊 煞有其事地认真道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 他们再厉害 这些年也躲着不见我 我向阳走到今天 除了这笔借款外 我也没指望过他们 往后也是 我走我的路 踏过他的桥 人家愿意认我 我就应了这门亲情 人家要是不认 我也不会上杆子 巴结人家 一边说 我掏出烟点上 偌大的凤凰集团厂区 如今又牢牢把握在 我手里了 其实只要给我时间 再多给我一份机会 我能把凤凰集团 干得比我们大学校园还大 甚至覆盖整个东郊 我有这样的信心 只要时间充足爱 你就不好奇 你那个哥哥呀 那么厉害的人物 你不想跟他见一面 合兵拿肩膀 撞着我 他的眼神里 倒是充满了好奇 看缘分吧 即便见他 我也是为了寻找母亲 见母亲一面 毕竟是他生了我 有这份血缘关系在 我也会求着他 原谅你母亲 彻底消除咱们两家的隔阂 长舒一口气 我便拉着合兵 朝办公楼的方向走 我们两人腻腻歪歪 他拿肩膀撞我 我就故意躲他 有一下他没撞到我 还差点把自己晃倒 他就气得跺脚说 你站着别动 让我撞一下 合兵私下里 就是这么幼稚的 女人在冰冷的性格 当他遇到所爱之人 他的至亲之人时 依然还是个孩子 把自己当成小公主 可办公楼里 秦冬他们出来了 当时秦冬的那个脸 比吃了屎还难看 尤其看到我与合兵 在场距离轻轻握握 他简直都要爆炸了 他一边走 目光就阴狠地朝我们这边看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但这个人绝对没怀好意 尤其他看合兵的眼神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但我并不怕他 如今我手里有了资金 又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没有任何机会 再对我出手了 回到办公室以后 江雪不一会儿就进来了 和兵赶紧笑着问他 雪儿 公司的账都平了 江雪从橱柜里 掏出几瓶饮料 拿过来笑说 让股东集体出资屏账 是秦冬自己提的 他赶不出钱吗 你们刚才是没看见 秦冬转账时的脸色 比吃了山楂还拧巴 顿了顿 江雪继续诱导 向阳 我感觉秦冬 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 咱们往后做事 必须得更加小心才行 这事儿不用江雪提醒 我刚才在外面 就已经意识到了 秦冬今天 真的是有多大的脸 陷多大的眼 丢了人不说 自己又往我公司里 投入了一笔巨款 关键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这种事放在谁身上 都是无法忍受的 白白手 我拧开饮料说 不提他了 光天化日 又在咱许城 他还敢翻了天不成 他虽然恨我 他的身后站着孔雀组织 但他绝不敢给我玩音的 因为市政的项目 还在继续呢 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市政第一大供货商 谁敢动我 短暂的沉默过后 我仰头又说 哦对了 等河冰从上得辞职后 他就要过来 担任咱凤凰集团的财务总监了 雪儿 你舍得把这金钥匙交出来吗 江雪当即撇着嘴 挪着脸上的小酒窝道 赶紧让河冰 把财务总监的职位拿去 公司挣了钱 又不全是我的 而且管理财务 比跑市场可累多了 我早就巴布的 你赶紧找人顶上来呢 其实江雪真的很累 既是市场部经理 又同管着财务 压力可想而知 现在挺好 河冰专业就是干这个的 而且在上得还那么优秀 有了他的加入 我们公司的财务系统 就可以彻底放心了 河冰很大气地点点头 面色稳重地说 那我就不再谦让了 凤凰集团将来的财务 我绝对会公事公办 给你们打理的有条不紊 江雪乐的直接跑到河冰身边 姐妹两挽着胳膊说 你有没有发现 向阳挖墙脚 那可是一决啊 曾经的红远机械厂 能顶事的人 就我和红远哥两人 那时向阳还在金川呢 顿了一下 江雪继续又倒 你看他从金川回来 这还不到一年时间 咱们公司管理层的队伍 真的是强大到不敢想象 先是胡总 又是宋总 这可是海兰达的创始人啊 更不要提研发布 那几个高级工程师了 如今 何冰你也过来了 我的天爷 这阵容真的太强大了 他这么一说 倒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如今凤凰集团 管理上有送书坐镇 应急公关和协调组织方面 有胡总坐镇 市场自然是江雪 他现在可是公司的一员大将 生产方面有红远哥 研发部有几个专家 而何冰又来了我们的财务部 这个公司 无形之中 顶层的设计已经完成 了 说句难听的 我自己都稀里糊涂 但事情又是这么顺理成章 可能这就是命运吧 是我曾经对别人无偿的付出换来的 是老天对我的眷顾 谁说我向阳总是自己吃亏 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眼前这些不都是回报吗 更不要提金川那边 庄真哥更是不遗余力地帮我 那句话说得真对 人情这个东西 绝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 你可能一时得不到好处 但从长远来看 所有的关系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于是我挠着头 特别尴尬地说 你们一个个的都这么厉害 我感觉公司有我没我 都一个样了 所以雪儿 我是不是显得很多鱼啊 江雪刚喝了一口汽水 却差点没喷出来 向阳 能把这些厉害的人 全都聚在一起 心甘情愿地给你打工 这本身还不能说明 你自己的本事吗 换做其他人 谁能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 何冰就笑着打击我说 你说他有什么好的 马大哈一个 浑身的实心眼 一点便宜也不会占 也真是奇了怪了 大家伙为什么 都冲着他来尝力呢 江雪拿指擦着嘴道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红远哥的母亲 白血病 当初向阳那么穷 却愣是 要帮红远哥的母亲治病 就冲这一点 红远哥连命都能给他 好了 我赶紧摆手到 怎么说着说着 又开始夸我了 现在可不是骄傲的时候 我为红远哥 那都是心甘情愿 不能拿出来当个事说 顿了一下 我又转头朝和冰道 你先别急着去上德辞职 现在秦东那家伙 正在气头上 这时候过去 他不知道会怎么难为你呢 先晾他几天 等对方消了火气 你再去办离职 和冰点了点头 他比我聪明 自然明白这时候 不能去出那个眉头 厂里有了充足的资金 机器的声音 又变得密集了起来 一个工厂的效益好不好 你凭机器的声音 就能判断出来 我也变得忙碌了起来 主抓厂里的安全任务 我时常跟红远哥一起 到车间一线视察工作 有了之前的技术打底 厂子的效率 也比曾经快了一倍不止 而和冰也暂时入住财务部 忙活了起来 以前这里归江学馆 他不是专业财务出身 所以有些账不是太明晰 但和冰过去以后 仅仅一天时间 整个财务部就变得井然有序 财务账目也梳理得清清楚楚 他还利用以前 在上德的管理经验 不停地给财务部 制定工作规范 这专业的人一来 整个部门瞬间都变得不一样了 方志那边在联系我 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了 那天刚刚开春 明显能感觉到 大地正在回暖 好多人卸下了羽绒服 大衣 换上了更加清便 漂亮的春装 我们是在许成河旁边 于家乐饭店见的面 人家帮了我们大忙 总归要请一顿的 地方是河冰挑的 景色很宜人 于家乐二楼 有个木制阳台 坐在阳台上就餐 别有一番风味 河冰这臭丫头就爱美 来的时候就穿了个粉色西装 这往河边的阳台上一坐 风一吹 冻得都抱起了胳膊 我就赶紧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 给她披了上去 那时我们真的很甜蜜 朝夕相处 相互关怀 只要一个眼神 就能懂对方的心意 方志很准时地带着秘书 来了饭店阳台 见到了我与河冰 哼 挺会找地方嘛 这风景 长河落日 万里斜阳 没想到许成河的景色 这么宜人啊 他带着秘书坐下来 我赶紧给他倒了杯茶 志哥 咱们的那个计划 什么时候执行 又该从哪方面开始入手 一边倒茶 我一边问 当时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只要这个计划顺利实施 秦家必败 秦东永远也不可能 再猖狂起来 大叔 带你 带你 给小师 带你